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22号驳回前总统特朗普提出 拒绝披露财政记录的要求 意味着特朗普需要配合纽约市检方调查 成交包括报税等财务记录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最高法院周一拒绝审理共和党人 对宾州最高法院一项决定提出的上诉 该决定允许在去年大选日过后的三天之内 继续接收邮寄选票 共和党人的律师表示 宾州法院超出了其职权范围 应该坚持由州议会通过的选举日 作为投票最后期限的法规 民主党人则回应称 宾州法院有权在疫情中保护投票权 最高法院拒绝审理表明 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不足四名 法院中三名较为保守的大法官同意复审 尽管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干扰选举结果 据路透社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并致辞 这将是特朗普卸任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据了解特朗普将在会议上谈论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运动的未来 保守派政治运动会议将于本月25号至28号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 而特朗普将在会议最后一天发表讲话 前国务卿蓬佩奥 福州州长德桑蒂斯 阿肯色州参议员科顿 德州参议员克鲁兹等人都将出席该会议 前副总统彭斯已经回绝了在会议上发言的邀请 由于波音客机日前发生引擎在飞行途中着火的事故 美国联合航空表示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要求 将暂停使用24架普惠4000系列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直飞航班 波音公司21号也发布声明 支持美国航管局及日本民航局的决定 建议暂时停运使用该型号发动机的飞机 2月20号美联航公司一架飞往谭香山的波音777客机 在起飞后不久就因为引擎故障导致发动机着火 飞机被迫返回丹佛国际机场 紧急折返期间发动机风扇叶片脱落 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美股新一周开盘前比特币市场出现大幅震荡 价格从一枚5.2万美元左右直线下跌至不到4.7万美元 随后比特币价格开始过山车式震荡 目前价格在5万至5.1万美元之间 虚拟货币比特币周日曾经升至超过5万8千美元的历史新高 上周累积升幅达到两成 而从年初至今升幅更达到一倍 比特币的市值在上周五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 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 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文 认为比特币的价格似乎偏高 欢迎回来 据最新数据统计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50万 是全球死亡个案最多的国家 众议院今日全体摸哀 已是悼念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2号 要求众议院议员以及职员 肃力为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民众默哀 他的办公室之后发表声明 指5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数字令人震惊 令人悲痛无比 佩洛西承诺 众议院将在本周稍后时间 通过总统特朗普1.9万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方案 为了加快接种疫苗的进程 美国联邦紧急数管理局 在旧金山湾区设立了全美首家移动疫苗接种站 移动疫苗接种站第一站设立在当地教育局大楼内 每天最多可为500人接种 在一个地方停留两天左右 会转移到另一个场地 目前的接种重点是校园教职员工 此前由于加州疫苗短缺和定点接种站流量限制 疫苗接种速度被迫延迟 加州政府日前在奥克兰的体育馆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设了两个大型接种站 希望加快接种疫苗的速度 加州州长纽森21号到洛杉矶了解流动接种中心的情况 他表示加州疫情正在好转但仍然面临挑战 纽约州州长科默周日表示 在一名长岛居民体内检测出源自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 这是该州首例经实验室确诊的自南非发现的变种感染病例 该患者是一名居住在纳苏郡的居民 目前在纽约市医院接受治疗 该病毒于2020年10月首次在南非被发现 并于2021年1月在美国首次出现感染病例 近三周自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 都在美国扩大传播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警告称 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在3月 有可能将成为美国传播的主要病毒 目前已经在42个州中发现了1500多个感染病例 据美来社报道 近期严峻的冬季风暴而引发的车祸 易氧化碳中毒、房屋火灾和气温过低等灾害事件 已经在美国多地导致至少76人死亡 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德克萨斯州 据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站显示 截至昨晚德州全境停电数下降至约1.9万户 随着该州美度电的批发价格 从2美分跃升至9美元 不少家庭短短几天的电费就高达5000美元 德州公用事业委员会21号下令 禁止供应商对未按时支付水电费的居民停水停电 在管理部门找到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前 也禁止供应商向用户寄送电费账单 委员会在颁布这两项命令前 德州州长阿伯特与州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 商讨天价账单问题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 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和安特吉公司 遭遇了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诉讼 一位母亲指控由于电力公司对电网管理的疏漏 导致她的儿子在近日历史性的寒潮中被冻死 报道称 这名11岁男孩叫克里斯蒂安 16号被发现死于位于休斯敦销区的活动房屋中 她的家人怀疑她死于停电停暖所带来的低温环境 据该州官员称 截至周日德克萨斯州已有30多人因恶劣天气而死亡 其中许多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原因是人们在大规模停电期间使用汽车或发电机取暖 好了 以上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